本来我们学佛啊 大家都知道 一般选教是这样子 用戒定慧 来熄灭贪嗔之 戒定慧熄灭贪嗔之 是不是这样子 那密教不一样 像《唯摩结经》里面所讲的 贪嗔之 也是佛法 《唯摩结经》里面讲 贪嗔之 也是佛法 我现在问大家 你们这里 有哪一个人是不贪的 有哪一个人是完全不贪的 我不贪 什么都不贪 不贪的请棘手 还是没有人棘手 贪其实有三种 一个是贪财 一个是贪 事 一个是贪 民 密教有所谓的贪到修 从贪 从贪里面修 从贪里面修 人生在世啊 一个是贪财 一个是贪嗣 一个是贪命 密教有所谓 贪到修 由贪 去修行 那这个有人讲说 我不贪 那天下低富豪 我也不想得 那财也不贪 什么我都什么都不贪 是有这样的人啊 不过这种人叫做白痴 这种人就叫做白痴吗 天下哪有不贪的 有的人讲说 我修行已经修到不贪了 我只想成佛 告诉你 你想成佛啊 也是贪啊 好 不成佛算了 成菩萨吧 都为众生嘛 你这个为众生啊 也是贪啊 你想成为菩萨也是贪啊 那不为众生算了 那就成为阿罗汉吧 成阿罗汉也是贪啊 就算你想成到天堂 我不下地狱 我到天堂 你想到天堂也是贪啊 为什么你不下地狱呢 下地狱 下地狱不好 所以不想下地狱 要到天堂 到天堂 你这种想法就是贪 贪天堂怎么样 没有地狱之苦啊 也是贪的 天堂的快乐 也是贪啊 所以天下只有一种人不贪啊 那是白痣 白痣怎么样 空啊 它空掉了 什么叫做空呢 空我们台湾话叫做空空 空空空空空 空掉了 完全空掉了 空掉跟白痣差不多了 精神医院里面 关的都是空空 都是空 关的都是空的 好了 今天观世音菩萨 慈悲众生 圣观音慈悲众生 还有第一副豪华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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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